91 台灣新生報 前源科技金登陸輕貴網絡頻寬需求增及硬體建設高速成長營運可望加溫 2015年7月13日金融14 記者劉小寧台北報導 由國泰證券輔導 東北光電2499轉投資的前源科技3601 將於今日3日登陸輕貴 該共事今年前5月自結營收為5.53億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72.35% 在全球網絡頻寬需求的快速增加及硬體建設的高速成長下 全年營運表現可望逐漸加溫 前源科技成立於2001年3月 主要從事光纖通訊主動元件與模組之設計、研發、生產與銷售 主要產品為LED LaserDiet光傳輸模組 FotoDiet光接收模組 及155MB-10GB全系列及FTTH 相關單模及多模光纖收發模組 資本額6.6億元 主要股東為東北光電 持股約30% 前源科技表示 整個光通訊產業的需求相當強 訂單的能見到超過4個月 主要動能來自於中國對FTTH 光纖導護 的需求提升 物料出現供不應求 客戶下單狀況踴躍的情形 同時前源有開發特殊規格的新產品 因此預估今年的成長動能可望持續向上 前源科技一直以來致力於提升經濟規模與強化成本管控 在光通訊產業近期受惠4GELTA基地台報建及DETA Center運動運算等需求快速增加下 公司營收及獲利比前一年度有顯著成長 未來在物聯網及大數據趨勢下 光通訊市場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公司也將加速開發高存輸出率產品 持續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國泰政圈積極輔導優質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近年來已在文化創意、電子商務、生技醫療、連鎖餐飲等產業領域 陸續挖掘出優質並對成長潛力的企業上市、貴、及設給市場籌資 未來更著眼於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與光通訊等明星產業 其能挖掘並輔導優質的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無論如何使用理是… Quin不是無論如何是新、 cheap理想 公司合作家